在上一个视频给大家讲了加工中心的G代码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M代码 M代码起到机床的辅助控制作用 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辅助功能代码指令 M代码 用于控制程序的走向 和机床各种辅助功能的开关 通常一个程序段只能指定一个M代码 某些情况下可以最多指定三个M代码 每一个机床厂家的M代码还是不一样的 我以法拉克为例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在音频上给我来个弹幕666 要是想听我就接着讲 建议大家收藏 一面之后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M00 程序停止 M01 条件程序停止 M02 程序结束 M03 组组症状 M04 M04 组组反转 M05 组组停止 M06 刀具交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换刀 M08 冷却液打开 M09 冷却液关闭 M18 组组定向解除 M05 M19 组组定向 M25 托盘上升 M29 是刚性公牙 M30 是程序结束 并返回程序的开头 M52 自动开门 自动开门打开 M85 工牵接触器 加一个 M98 调用纸程序 M99 纸程序结束 返回 重复执行 以上就是华兰克常用的M代码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大家觉得有用 帮我点点赞 小鸟见更多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关注 好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